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凯阳 我们谈一下2024年的日本极恶之年 遭逢巨震 撞击大火 随机杀人 现在还有暴雪 好 那日本今年是怎么搞的呢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我们等一下从岸田文雄的八字来解读一下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因为最少有三四分 跟岸田文雄的八字也有关系 一个国家不安全 或者出现很大的意外 这些都要特别的注意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开始以前先帮我按赞分享 留言告诉我 你认为日本未来会是怎么样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要开始以前 我们影片开始之前 请大家先帮我按赞分享 开订阅按下小铃铛 留言告诉我们 你认为日本未来会是怎样呢 现在越来越恐怖的事情呢 整个都发生在日本 真的太可怕了 大年初一耶 1月1号耶 元旦 好 我们来看一下岸田文雄的命盘 岸田文雄呢 是丁雾年出生 属姬喔 今年刚好胎随症冲喔 然后呢 他又是丁卫喔 任隐日生的 好 他这个大运刚好走在65到74岁 这个大运呢 走贪郎天马星喔 那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他这个呢 走任隐大运喔 任隐大运的话是五曲化 记载他的官路宫喔 所以呢 让他忙碌不堪啊 看到没有 好 那么我们来先讲一下 还带阳任星 带阳任星的意思就是说 他这个呢 运势上面是有冲破的 五曲化记就是财运上面呢 你看岸田文雄的财 财运上面不好的话 就你让国家就会出大事 所以呢 就会一直让他破财破财 你光是修复这些国地区也不得了 好 看到我手上旁边有一个呢 地球嘛 等一下我们来好好解释一下 这个日本到底发生了什么大事 他本命是巨门化记 那巨门化记在他的极恶宫 极恶宫的话呢 就会到他的田载宫 那田载宫就是还有他的兄弟宫 那这也代表什么呢 他今年走的运势呢 就是在健康宫上面发生很大的问题 而且是火星是急速的灾难 天机是跟飞机有关 你看撞机啊 两台飞机就爆炸了 烧光了 好 那还有人死伤很惨重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像这样的情况呢 像日本的发生 7.6级瑞士规模7.6的大地震呢 到现在维持呢 已经有30几个人 将近40个人死亡 那现在流离失所的呢 大概有一两万人 断壁残垣就更不用讲了 看那个防射整个倒塌 一楼变地下室 二楼变一楼 这种情况你就知道 比几颗原子弹下来还要更恐怖 好 那岸田文雄的运势并不好 我先讲一下 今年呢 刚好走到巨门花季 而且巨门花季刚好是郑聪 那郑聪也代表说 他在这个地方呢 他又是属鸡 属鸡是坐在他的父母位 那会到他的子民宫 也代表说 他的子民啊 他的人民啊 会遭受很大很大的冲击跟灾难 那所以呢 他整个的运势 尤其在今年是鬼宝年 还没走完哦 好 农历的鬼宝年 这个月刚好是甲子月 又太阳化季 好 无曲化季跟太阳化季 是坐在隔壁公位 一个是在老鼠位置 一个是在女屋的位置 那这两个位置也代表着什么呢 灾难呢 会不断的继续发生 好 那这个月是太阳化季 那我们来看一下 鬼宝年 鬼贪 贪婪化季 我告诉各位 你看到这种情况 还不止这些事情 还更麻烦的事情 可能还在后面 他的核电厂可能要小心 第一个呢 因为无曲星呢 跟核电有关系 太阳星呢 跟他的土地有关系 化季 从老鼠的位置 牛的位置 老虎的位置 跟兔的位置 连着四个化季 你看到了没有 所以国家灾难这么多啊 来 太阳化季呢 他太阳太阴 坐在他的朋友宫 就是扑依宫 好 他的迁移宫里面 做了一个贪婪化季 好 真可怕 来 我先跟大家讲解一下 整个命盘里面呢 是这样子 这边是无曲化大运的化季 这个呢 是这个月呢 甲子月的太阳化季 那今年的流年的贪婪化季 加上他本命的 你看到没有 本命的巨门化季 好 这四个化季是连在一起的情况之下呢 可以看到呢 这四个化季呢 会让整个日本政府呢 受到非常大的冲击 好 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命盘的话呢 是不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呢 来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 天佑日本 好 日本2024年的意外频传呢 先是石川县 于元旦当天呢 发生了瑞士规模 7.6强阵 重创能登半岛的地区 二日呢 日航呢 JAL516班机呢 在雨田机场撞上军机起火 导致五人上身 有一人呢 还在加护病房 三日呢 九州呢 于丁迎天街呢 商店街又发生大火 烧了十几栋 二十栋 好像百间的防射 上百间的防射 一整排 吓死人 来接下来你看看 攻击视线 日本东京呢 三守县秋夜原站呢 一辆列车上呢 在1月3号晚上呢 传出攻击事件 一名女子呢 在车厢里的磁力刀呢 刺伤乘客 造成四人受伤 而列车到站以后呢 嫌犯当场被警方带回调查 好 那炸弹的威胁 四日上午呢 今天上 日本各地多个政府机关呢 收到炸弹威胁传真威胁预告 据福岛南向呢 马氏当局之初呢 日本时间上午呢 在六点左右收到了 炸弹威胁的预告内容为 我已在公共设施设置的炸弹 将于下午3点34分之 8点10分之间呢 引爆炸弹 目前呢 警方已经对此展开清查 正在确证是否有可疑的物体 你看到没有 如果真的被安置炸弹的话呢 这个恐攻 就是呢 日本第五件大事 好 现在美国有发生恐攻哦 好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是2023年的五皇上呢 在西北方 西北方就是主男人 好 那主男人的话 就主男性的 所有男性的朋友都要小心 好 那我们现在看到 2024年才开春 1月1号 你看哦 五皇上在哪里 正西方 来看到了没有 这是日本 这是日本的位置 这整个都是日本的位置 北海道在上面 在比较上方 北海道现在是暴雪 比以前的暴雪呢 多了多少倍 三倍 三倍以上 如果他以前下十公分 现在是三十公分 厚度啊 你就知道他三倍多可怕 门大门都被封住了 出不去了 所以呢 现在整个呢 汽车啦 各方面啊 没有办法运输啊 那你想想看哦 好 我们等一下来把日本的地理环境 跟大家讲解一下 日本呢 今年呢 刚好发生7.6级的大地震 在哪里 在它的正西方 看到没有 五皇煞 在正西方 如果这个恐攻事件 还是真的会发生的话 那绝对不止这样子而已哦 现在我比较担心的 海市呢 就是石川附近的核电厂 之前呢 我曾经在上上个礼拜 大概十天前 我有做了一篇呢 就是说 日本呢 出现了很多的 很多的死鱼 有没有 死了一大片一大片的死鱼 那个都是天象的异象 我当时就讲 可能是会发生大地震 没讲完 一个礼拜就发生大地震 看到没有 所以 海洋老师真的也蛮害怕 那接着下来 我要告诉大家哦 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哦 好 接下来 台湾有可能在 2024跟2025年之间呢 也发生非常大的地震 好 包括菲律宾跟印尼 都要非常小心 不要忘记了 2004年 刚好20年前 印尼发生大海啸 那个地震是超过9.1级 它的上升是到9.3级的瑞士规模 海底的地震整个呢 浪高呢 卷 卷起了呢 超过50公尺 那等于是 几十层楼高度啊 那个海啸 而且是一波就到手 然后呢 就把整个建筑物都毁了 把人呢 全部呢 连车带人呢 连土地啊 连什么 连树啊 连什么电灯啊 全部啊 电线杆啊 全部的 连根拔起 就冲到海里面去 所以死伤产季啊 总共有30多万人死伤 好 在这里 大家看清楚了 日本呢 刚好 它发生大地震的地方 刚好在我之前 八个月前做的节目当中 我说90%会发生在这边 日本 下一次的大地震 在八个月前做的 你们查一下 我这几天有重播 你们应该可以看得到 好 我说在新系跟石川这附近 可能要发生大地震 好 所以真的就发生在这里了 这是中国 看到了没有 这是九州地区的话 是福冈本岛 大分 那这边是东北地区 那这边的话是秋田 这个岩手 那那个列车的凶杀案呢 就是在秋田这边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 北海道地区 北海道地区呢 这次的暴雪呢 非常严重 是三倍之多 刚好在它五黄煞位 有没有 整个国家的西部 五黄煞位 我们台湾也要小心西边 西方 因为呢 2024年 它会提早到来 现在只剩下过年的时间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农历啦 我们讲农历过年 那现在已经到了2024年的1月4号了 所以呢 我比较担心的是台湾的西方 还有福利宾 另外的话就是呢 印尼 这几个国家呢 还有中国大陆也要小心 中国大陆之前呢 不要忘记了 比我们更早发生的 我们是921大地震呢 它比我们更早发生大地震呢 是在川镇 四川的川镇 非常之严重哦 那个呢 没有非常高的等级 但是 居然 震出几十万的人命就没了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震级最强地震 1960年5月22号 智利瓦迪 维亚的1960年智利大地车是9.5级 现在 我要告诉各位 瑞士规模如果来到9.5 真的是毁天灭地 整个城镇 整个国家就会没了 如果在海上的话 它会浮出小岛出来 小岛会沉没 那我们台湾呢 的南部地区 再往下走的地方 要去澎湖的海域上面 就是有像类似亚兰提斯 这样子的一个城市在里面 好 看了2004年印尼呢 北苏门达纳的这个西海岸呢 就印度洋地区呢 9.1到9.3 有没有看到 9.1到9.3 第二个 1964年 美国阿拉斯加威廉王子湾 受难日地震 是耶稣受难日地震 9.2 好 8.8是印尼苏门达纳 苏门达纳经常发生大地震 8.8到9.2 你看他们的数字都非常可怕 然后呢 卡斯凯迪亚呢 1700年呢 这个大地震是8.7到9.2 都到9.2 看到没有 9.5 9.3 9.2 看到了没有 9.1级的9级的 8.5到9的 葡萄牙的里斯本 然后呢 俄罗斯勘察家 我刚才有讲过一件事情 俄罗斯的勘察家是会有地震的 那地震的话蛮严重 那是1952年 它其实 其实在去年 它有个大的很大的地震 只是它没有爆出来 你看来到9级 瑞士规模9级 好 那么1906年呢 哥伦比亚的与厄瓜多呢 这个呢 是8.8级的大地震 那自立呢 康塞普西翁呢 有 2011年的自立大地震就是8.8 2005年 苏本达那 那就是8.5到8.7 1965呢 拉特群岛呢 阿拉斯加 美国是8.7级的瑞士规模 2012年呢 印尼北苏本达那 又是西海岸 又是8.6 你看看 这个印尼啊 很可怕 2004年 然后呢 这边是 2012年 2004跟2012年呢 相差不到10年的时间 8年而已 好 1950年的中国西藏地方呢 也来到8.6级大地震 就是1950年的莫托地震 那2007年呢 印尼的苏门达那 南苏门达那 2007年南苏门达那地震 来到8.5级规模 1668年 中国山东的原城举线呢 来到了8.5级大地震 1575年 自立瓦尔迪维亚 1575年 瓦尔迪维亚 来到8.5地震 我要告诉各位 日本这个地区呢 就曾经在400多年前 曾经发生过 200多年前 400多年前 曾经发生过 超过8.5级的地震 你查一下就知道了 大概是 也是在这个区域 200多年前也曾经发生过 所以它的周期呢 其实现在又是发生大地震的周期 请大家务必要小心 那你们要去日本旅游的朋友呢 要特别注意了 你要到国外或者印尼呢 甚至呢 你要到菲律宾去旅游 都要特别特别小心 中国大陆也很多大地震 好 那么死亡人数记录排行 我们就不列给大家看了 这个就不用排行了 这个整个地球的板块 看到了没有 澳洲板块是往上的 那这边的话呢 看到没有 纳卡兹板块呢 在这边 它这边是太平洋板块 是往上冲 这个都往上冲 看到没有 往这边 这个这边来冲 南美洲板块 是这样冲上去 你看到没有 所以我们整个太平洋的板块呢 加上呢 墨西哥 这是墨西哥 还有加勒比海板块 然后美国 美国的 北美洲的板块 圣安地裂 施断层 这个整个都在美国板块里面 北美板块 菲律宾海 是有一个菲律宾板块的 然后呢 我们呢 刚好在 这个是日本海沟 日本海沟下面呢 就是台湾 台湾的话就是 马尼亚那海沟 全世界最深的海沟 就是马尼亚海沟 我都很怀疑 台湾呢 是不是在几千万年前呢 从海底上浮上来的小岛 我们是一个小岛国家 那你看印尼很多的小岛 也可能是从海底上浮上来的 菲律宾也一样 菲律宾也是一个岛 一个岛 一个岛 一个岛屿 都是小岛 还有呢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也有很多小岛 好 那所以呢 我们可以从这些小岛的 这个地貌啊 样貌 可以发现到呢 其实呢 这几亿万年来呢 是不是呢 这个地球整个的 毁天灭地呢 曾经造化了 很多的国家的出现了 好 整个的国际局 整个的地球呢 这个板块呢 不断的这样子挤压推积 现在呢 整个地貌都改变了 地貌改变了 日本现在呢 位移哦 它的地震是位移的 那个整个地面是位移 1.5公尺 吓死你吧 来 接下来 现在火山陆续在喷发 落到之前 在发生大地之前一天 火山大喷发 我就说火山大喷发 它绝对不是好好的一个急躁 一定是凶躁 非常急凶之恶 前一天 飞鸟四处乱窜 一火往东一火往西 就是这样子四处乱窜 这些地点陆续发生 喷发 影响各个板块 而日本也已经发生 下次地点估计是台湾 菲律宾或印尼等东南亚群岛 韩老师的预估是 2024到2025年之间 那也有可能在七月份左右 所以今年的国历七月呢 来我们先算一下 甲成年甲企丙饮 丙丁雾脊更新 任 好来农历刚好七月 任的话是无曲化级 癸在农历八月左右 就国历九月 今年的八月跟九月之间 七八九月之间要特别小心 好那特别小心呢 因为癸月在农历的八月 九月呢 就是甲月 那甲月的话呢 就是癸跟甲之间呢 这个呢可能也会造成呢 有一些大地震的一个影响 那2025年呢 是以四年 2025年是以四年的话呢 我们先讲一下 甲企兵营 以年的话呢 丁丁物己更新任癸 那在农历七月 最有可能发生是2004年的农历八月到九月 2005年的农历七月 国历七月开始 从六月就会开始 从六月就会开始 所以太阳化级跟太阴化级 它最可怕的就是呢 跟太阳系的整个银河系是有关系的 然后呢 跟地是有关系的 跟土地是有关系 尤其是太阴化级年 2005年 我们真的要非常的谨慎呢 看到我这个影片呢 先帮我按赞分享 订阅开小铃铛 留言告诉我 你认为日本未来会是怎么样呢 如果岸田文雄的八字声来看 很可怕 四个话级是连在一起的 好 那所以呢 2020年的日本饥饿之年呢 遭逢降的巨症 撞击大火 随机杀人案 还有下暴雪 已经发生了五件大事 现在最恐怖的是什么呢 日本的还有一个卫报单 就是富士山 东京的富士山 我们台湾有个卫报单是在哪里呢 北投的大屯山 这个都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除了这个以外呢 台湾的选举 现在大家如火如荼的进行 但是呢 COVID-19的变种病毒越来越强烈 在袭击了全球的人类 好 那我想呢 最重要的是 还是希望呢 提醒 诸位朋友们呢 要小心这样的一个天灾的来临 加上人祸的蔓延 谢谢大家 帮我按赞分享 开订阅下小铃铛 拜拜 感谢大家